又是因為感情問題而造成的不幸事件 來關心美國西雅圖的一所高中 在當地時間昨天上股發生槍擊案 包含兇手在內 縱造成兩人死亡 四人受傷 命令暴到兇手是這個學校的學生 可能是因為失戀 在學校餐廳開槍射殺同學之後 再引誕自禁 美國西雅圖北部的 馬里斯維爾皮楚克高中 24日早上10點30分發生槍擊事件 該校學生在校內的餐廳開槍 射殺朋友後開槍自殺 警方表示除了兇手外 還有一名學生死亡 四人受傷 根據CNN報道 兇手是該校新生弗莱伯格 由目擊者指出 他朝朋友的背部開槍 受傷的學生都是他的朋友 所以不是隨機殺人 目前校內的學生被緊急疏散 學校也已經關閉 警方仍在調查兇手犯案動機 明天然是 我心裡的學生 我心裡的學生 我心裡有免得了 我心裡的學生